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过南四路 也走过了海上四路 我的每一步都踏在历史上 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传奇 神秘的拜火叫总多 有团千年不灭圣火 为何信徒死后不能入土为安 只能天葬放置高塔 还有古波斯人如何运用智慧 在沙漠炎热缺水的气候中生存 冰塔封塔的原理是什么 远看是低田 近看是房子 走路走在人家屋顶上 这里是伊朗人最爱的度假天堂 马苏雷 还有离海里的西市珍宝 雾黑的顺子里 在韬客眼中 磕磕许黄金 现在就跟着发现大四路的脚步 走进古波斯帝国的神秘历史中 也看现在伊朗新面貌 昨天我们参观了CHA CHA 拜火教的这个圣地 然后也看了他们的信中 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祭拜他们的神 让我对这拜火教也挺感兴趣的 所以回去查了一下资料 原来在雅兹德呢 他除了是古代思路一个沙漠绿洲城市之外 另外呢 他跟拜火教也是密不可分 怎么说呢 其实过去拜火教呢 在波斯帝国是颇为盛行 而且是成了他们的国教 但是后来因为阿拉伯人入侵 导致这些拜火教们呢 他们是逐渐的避聚在雅兹德这座城市 所以呢才会有昨天CHA CHA这拜火教的圣地 以及在整个雅兹德的市区里头 也看得到很多拜火教的遗迹 以及神庙 像我们现在来的这座呢 就是拜火教的神庙 其实从外观看起来 它的建筑很简单很朴实 如果要不是看到 这上头呢 有着拜火教的这个象征的一个图腾的话 真的是不知道它是这座神庙 那不过呢 听说这座神庙里头呢 有一团圣火已经持续燃烧了1500年 从来没有熄灭过 现在我们就进去找一找这团圣火 如果说先前我们去参观的拜火教神庙 是拜火教的圣地光明顶的话 那么今天这座神庙就可以说是 目前拜火教的总多了 而那团燃烧了千年的圣火 就在神庙的大庭中 不过游客只能隔着玻璃观看 据史料记载 圣火是从西元470年开始燃烧聚精 而后在1474年才被移到雅兹德 之后到了1940年 圣火才被放置于这座神庙中 最后的呢就是那团圣火 它已经持续燃烧了1500多年 那在拜火教里头呢 火代表是神圣的 因为它可以烧尽所有的罪恶 那其实呢在这个神庙里头 后面就是圣火这个区域呢 是他们算是他们的圣地 这一般异教徒呢是可以进去的 不过刚刚呢 这个妙方人员 他们也感受到我们拍摄的成績 特别准许我们进去里头去参观 但是呢是不可以拍摄的 刚进去呢其实啊蛮感动的 因为可以近距离去感受到 这个圣火的热度 那我们也在里头也了解到 其实这个圣火呢 是由他们妙方人员 他们24小时来看管 适时的就要添加一些木材 让它持续的燃烧 就这样持续了1000多年 那同时呢我们也问呢 说这样的工作呢 是你们是轮班吗 还是怎么样是从外面聘请人来吗 那担任这个工作啊 第一个你必须是 拜火教的信徒 而且你必须24小时来监控 再来是全年无休 而且是终生的职业 像是我们在刚刚里头 看了一些老照片啊 就看到一位教长 好他在这边持续服务了18年 直到他死绝这一刻 所以我们知道 从这边可以看得出啊 他们对这宗教的热忱 以及终生奉献的那颗形 在雅兹德除了这座 拜火教神庙外 在郊区还有一处 拜火教的遗迹 名为宁静塔 不过这地方并没有 像它的名字那样浪漫就绪了 说到天葬呢 相信观众朋友都知道 过去西藏也有天葬的习俗 那在拜火教里头 传统的拜火教 他们也有实施天葬的 这样的一个习惯 那为什么要举行就天葬呢 最主要的原因啊 就是拜火教他们教义认为 天地万物应该是要 保持纯净无瑕 所以当人的尸体 入土为安的话 势必会污染到整个大地 所以呢 他们在人死后 他们把尸体放在这山丘上 任由着秃鹰来酌食 那像这样宁静塔呢 在雅兹德有大大小小的好几座 而其中这两座算是最具规模的 其实原本这里是有三座宁静塔的 不过其中一座 在十几年前被英国的考察队 给不小心弄塌了 其实眼前两座宁静塔 还有男女之分 比较高的这一处呢 是男生在使用的 比较矮的呢 就是女生在使用的 另外在宁静塔的下方 有许多小房子 像是可以我站的位置呢 就是其中一间 那这房子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当时这大体 运送到这里之后 会经过这个清洗 清洗完之后 他们运送上这个山丘上 来实施这天葬这样的一个仪式 而在整个仪式实施的过程当中 家属必须留在这小房子里头等待 那当时呢 这个家属必须 第一个不可以哭闹 第二个呢 要保持安静 而临近他就因此得名 那这回来到这里呢 由于这天葬堂 现在已经没有再实施天葬了 所以我们也不打算上去 我们就默默地离开 虽然拜火教这个古老的宗教 如今已经没落成 世人眼中神秘的宗教 但拜火教在世界宗教许上 可是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为拜火教对后来的犹太教 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的一些教义 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也因此观众朋友 有机会来到雅兹德的话 我们推荐 一定要到这些拜火教的遗迹 走走看看 因为这些可需离开了雅兹德这里 花再多钱也看不到的 人类珍贵文化遗产了 刚刚到宁静堂 我们是选择坐计程车的方式 不过拍摄完之后一走出来 哇糟糕了 因为宁静堂这地方地处偏远 所以我们叫老半天叫不到车 走了一公里路 我们终于才叫到车 不过叫到的却是公车 但是心里面我是很兴奋 为什么呢 这是我第一次在伊朗坐公车 你知道我们要坐几站要下车吧 真的需要 你知道吗 不要上了车然后发觉不知道他要坐到哪边就糟糕了 所以说如果来到这里想要坐公车 最好还是要有当地人在地人他们的代理 不然都不知道你会坐到哪一站 对 好了 那我们就好好享受坐公车的时光吧 有没有看到小慧 女孩子坐后面 对 男生要从前门进 女孩子就要从后门进 好了 舒舒服服坐公车 Yeah 对 花了十几分钟回到市区许 议序少一点多 于是我们决定先解决中餐后再出发 而这一顿中餐很特别 不再是我们吃了十几天一成不变的 翻红花饭配烤肉了 我们现在进到了一家餐厅 这家餐厅卖的是什么 就是Deezy Deezy Deezy 对它是很道地的美食 首先这个里面的东西是已经熟了 里面有肉 还有肉 马力薯 小铃鱼 对 一些豆子 OK 然后还做了一些调味 甚至还加了一些胡椒 对 味道挺香的 香 香 一旦一旦一旦喜欢 里面有肉 骨头要先把它剔掉 对 这把它压扁 对 再把它压成泥 对 看着说它之前已经滚得很烂了 滚了很久 你说从早上开始滚 早上开始 早上开始 对 把这个烤饼 把它泡在这个汤里面 Finish Finish 完成了 这有点像我们之前在西安吃那个馍 白那个馍一样 但是那边泡泡去饭对不对 对 但已经没关系 但是艺术的饭的意思 好 就代替米饭 OK 就是它的主菜 这样就完成了 好 接着我们就去 好好的品尝一下 DISI在伊朗话里 就如我们看到的做法一样 使用在水中的意思 所以有些游客用水肉这个中文名字 来称这道料理 就是夹着面包吃嘛 很好吃 太不错了 对不对 太不错 因为像伊朗那样喜欢的 像外国那样喜欢的 很多外国也喜欢DISI的 你来吃不下饭 好吃吗 对 其实像这烤饼 如果像一般人吃个半片 就大概是够你嘴巴 会咬得酸到受不了 然后你放在这汤里面 吸附的汤汁 它的烤饼也会变软 就咬起来是 第一个它不会太干 而且是满满的都是汤汁的那种味道 对 很好吃 享用完这顿 道地伊朗风味的特色料理后 我们就近在古城区内逛了起来 只见古城内随处 是如迷宫般小巷弄 及饶富特色的古民居 而古民居上又随处可见封塔 雅兹德真不愧为封塔之城 就不知这些非常环保的绿能建筑物 现今还有没有起到调节序内温度的作用 我们也不好贸然地进入明居内参观 不过在明居外 道序让我见到了新鲜序 来小颖 看到这东西 我感到很熟悉 因为我们之前在中国 在新疆 在中亚五国 我们都看到这土夯的墙 来到这里也不例外 第一次看它这样子补墙 你帮我问问看它多久要补一次 我问你 我有个问题 请问你 三岁 四岁 一样 三岁 四岁 一样 一样 三岁 一样 OK 那这个土里面 这是什么样的成分 这个中间是什么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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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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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其他的 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就好了 OK 所以裡頭就是泥土 還有就是草梗 對草梗 OK 其實以前在家裡面的時候 油漆之前 我也會稍微補土一下 因為有時候這牆面不是很平嗎 就要弄那個補土 其實這個動作是一模一樣 它就是把泥土草梗 過河之後把它黏在牆壁上 再用這個東西把它壓平抹平 讓它的表面呈現 還是平滑的一個狀態 那當然也藉此就把它壓住 OK 土在那邊 OK OK 這味道不是很好聞 我剛剛一度還以為 它這上面可能還加了牛糞之類的 這樣這一隻 要摸一下 怎麼掉出來 好,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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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專業技術 我們還是交給專家來做 我還是回歸本行 繼續為大家介紹 雅茲德的古城特色好了 我們現在來到另一處古城區 來到這裡 反正這建築很有味道 一樣都是很道地很古老 不過呢 在這不起的建築物的一個門當中 上面有一塊餅額 上面寫著波斯文 波斯文我看不懂 但是旁邊有寫了一排英文字 上面寫著是亞歷山大監獄 那為什麼在這裡會出現一所亞歷山大監獄呢 我也挺納悶的 不然我們進去看一看吧 走 這地方呢為什麼叫做亞歷山大監獄呢 據說當年這裡就是亞歷山大 專門要求盡這個俘虜的地方 那現在呢看到一旁 商店林立啊 也變成是一個觀光景點 所以我們可以陸陸續續看到 很多觀光客都跑進來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什麼呢 在這個大洞底下 是別有洞天 嘿 小慧 甩音 這樣下面好嗎 還好 還好 哪有 看你們還在喝茶 喝得很開心 這過去呢就是觀浮爐的地方 不過啊 現在是變成了一間茶館 那可以我也下去感受一下 喝喝茶 喂 你們怎麼換位置了 那邊太熱 太熱對啊 剛剛那上面呢 太陽是照下來 直接照在你們頭上 怎麼樣 這個地方環境不錯吧 還可以還可以 還不錯 真的不錯 好像一副是我帶他來的樣子 真的好看 對 其實下這個地方 這感覺上 或許這過去是一個監牢嗎 監牢嗎 監牢嗎 大概八百年的 八百年 前進八百年 然後現在呢把它改裝成茶館 茶館 對 然後這監牢呢 第一個它調高 上面透氣 最下面很涼爽 涼爽 然後這邊還設置了一個水池 不知道是以前就有 還是現在才有 以前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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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修過的大部分一樣的 以前就一樣 大部分是一樣的 那在那邊喝茶感覺怎麼樣 它的感覺一些會怕 以前的人會 現在茶館不會怕 為什麼 很舒服 以前真的會怕 對啊 這過去呢 是一個很緊張的地方 不管竟然很痛苦啊 或怎麼樣 可能備受煎熬啊 可是現在變成一個休憩的場所 來到這裡都可以放鬆心情 對 也算是這空間有運用到 對啊 對啊 在這大熱天底下 能在這種有歷史意義的古蹟中 飲上一口清涼的紅茶 爭取新奇特別的體驗 休息過後 我們繼續漫步在小巷弄中 享受古城獨有的優先時光 直到夕陽西下 這才結束這一整天豐富的行程 由於昨天在雅兹德古城內 沒先聯繫好當地居民 不方便直闖居民家裡 今天一早 夏英就先幫我們聯絡了一戶 願意讓我們拍攝的人家 好讓我們一窺這些 由雅兹德地方建築特色的老房子 我們很幸運的進到一戶人家 而這戶人家還是個大戶人家 怎麼看出它是大戶人家呢 很簡單 看封塔就知道 這戶人家如果它封塔造型多變 越大表示這戶人家呢 越有錢越富有 甚至這封塔如果越多 當然也是越富有的象徵 像我背後呢 叔叔看 它的封塔一共有六座 而且呢 一般我們看到的封塔都是四角形 不是正方形就是長方形 不過這裡的封塔有六角形 也有八角形 而這個封塔圍繞這個建築呢 就是冰塔 究竟冰塔是做什麼用的 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進去看一看 這個門挺小的 觀眾朋友會覺得很好奇為什麼拿了一個燈 很簡單 因為封塔裡面呢 這燈啊 是有點暗 因為它沒有燈啊 就是光線有點暗 那再來呢 就是這空間很小 融幕下第三個人來幫忙打燈 所以可以我知道自己打燈 滿有趣的 進到封塔裡面呢 第一個感覺啊 就是涼爽許多 而我的前方這裡呢 就是冰塔了 那這個冰塔同時有六桌風塔 幫它降溫 那冰塔最主要的就是除水作用 平常呢 當然會除水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啊 在冬天的時候外面會激很多的雪 這時候呢 人們就會把這個冰 或者是雪 把它放進這冰塔裡頭 那夏天呢 就可以有水可用 哇 這冰塔好大 很深 這樣看過去啊 還有點怕怕的 那去問問屋主人啊 看可不可以讓我們下去參觀一下 走 據說這房子主人的祖先 不僅富甲一方 也非常樂善好虛 冰塔內的水 不只是自家使用 也大方提供給附近缺水的鄰居 在這水比任何東西 都還要來得珍貴的沙漠中 著實事項一舉 所以很開心啊 受到這個屋主的邀請 我們進到他的房子裡面來參觀 然後看到了風塔 也看到真的是難得一見的冰塔 那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他 沙映幫我們翻譯一下 就是這個冰塔大概已經見了多久了 怎麼會有年輕人 在哪裡有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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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年輕人 在它們的年輕人 在哪裡有年輕人 我會要去哪裡 在哪裡 然後再去哪裡 200年 20年 蓋了20年 是 全部城市裡面很大的冰 最大的 最大的 城市裡面最大的 了不起 另外我很好奇 看這邊的封塔 好像跟一般住家的封塔 長得不太一樣 因為一般我們看到的這個封塔 都是四方形的 不過這邊是多角形的 他說的長方形 人們用來家 家裡很放鬆 但是你喜歡煮冰 水必須要一、二、三、四、五、六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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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地方有風 你的水很冷 好,OK 反正一般住家就是用四方形的 那因為這個封塔 這個冰塔 它旁邊設立這些封塔 它是要比較高一點的 所以它吸收的這個封 是要從四面八方來的 所以就是變成這個多角形 是這樣子的 對 風塔和冰塔的設計 展現出古波斯人的智慧 可惜的是這些看來先進的環保設計 如今只能淪為裝飾品 點綴著雅兹德古老的歷史 來到這裡 有那麼一點小小失望 因為原本以為可以進到這個冰塔裡頭 說不定在裡面鬼吼鬼叫 還有這個四面的回音 不過呢 我們下來熱通道的這個下方 這裡並不是通往冰塔 而是看到這裡有一個口 那現在這個冰塔是沒有在使用 那我想過去呢 有在使用的時候 可能有一個像水龍頭的設施 有一個開關打開 水就會跑出來 然後裝完水之後 再把這個開關給鎖上 不過呢 由於這個冰塔 現在已經荒廢沒有在使用 所以我們也看不到這個水龍頭了 那至於下方呢 這裡有圓孔 這裡其實啊 這個水呢 是可以往這個地低處流的 為什麼要有這個設施呢 很簡單 因為很多人來這邊取水 可能會在這邊洗洗臉洗洗身體 那這個髒水呢 就會藉由這個洞排出去 也就是啊 可能就像是一個水溝的一個設施 不過這裡還真的是很涼 在外頭呢 大概三十幾度裡頭啊 只有二十幾度 好 在這邊休息一下好了 參觀完這座老房子後 我們抽空到霸炸逛 這裡的霸炸非常傳統 不像在伊斯法海那樣觀光畫 不過沒能逛太久 因為馬上我們就要離開雅兹德 長途遠征到另一個城市 我們現在呢 再度來到的車站 我們要離開雅兹德前往下一個城市 而下一個城市呢 我們要去拉斯特 為什麼要去拉斯特呢 據說這是波密 以及沙英他們家人的老家 而且呢 這個是臨海的城市 相信啊 到了那邊 和這個沙漠 玉州城市的景觀啊 是截然不同 或許在飲食文化上也太一樣 而且呢 相信啊 在那邊我們還是可以挖掘出來 一些跟思路有關的證明 那我們現在呢 要來坐大巴了 不過這趟旅程啊 可不盡啊 怎麼說呢 欸來波密 我們這張車要坐多久你知道嗎 17小時 17個小時 你有坐過那麼久的車子嗎 沒有 那其實之前我們在土耳其啊 曾經啊搭過18小時的車子 然後在北印度呢 也曾經啊 真的換了很多車 拜拜 換了很多車啊 然後前往其他的城市啊 搭了30幾個小時 所以我相信啊 這趟旅程難不倒我們 對 不過想想17個小時真的很遠 很像是我們從台灣坐飛機來到這裡 然後扣掉轉機的時間 對 那你坐好心裡準備了沒有 已經坐好了 坐好了 OK 那我們今天呢 坐的巴士一樣是VIP的 是比較寬敞 比較舒適一點 對 那我們就上車再好好的休息吧 好 那也可以看到這個大姐他們 準備了很多吃的 伊朗因為受到 國際經濟聚財的關係 飛機老舊 難以採購新飛機及零件 因此飛安事故平全 所以雖然這次路程遙遠 為了安全起見 我們還是選擇搭巴士 比預期快兩個小時 在清晨四點多 天還沒亮時 我們終於抵達了拉什特 入住在夏陰老家 簡單梳洗休息後 天一亮 我們又馬不停蹄地展開 我們的拍攝行程 一山而建的馬蘇雷村 一層一層的黃色房屋沿山而建 遠看似梯田 下層房屋的屋頂 就成為上層房屋的前院和馬路 這裡一室獨立的氛圍 成了伊朗人 周兄度假之地 這裡還有南方沙漠程序 吃不到的麵食 別走開 下一段發現大思路 還要帶您去領海 尋找神秘的海中珍寶 它可是號稱世界三大美食之一呢 搭了15小時的車 我們終於在清晨來到拉什特 拉什特跟南部的城市很不一樣 光是我們在公路上看到的景觀 是截然不同 像我們在南部城市的時候 看到的山體是光凸凸的一片 看過去盡是一片淹沒 不過來到這邊的城市 你會發覺到 山體綠油有的一片 多了很多的植物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地方接近離海 氣候是比較濕潤的 為什麼我們要千里迢迢來到拉什特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裡產了一樣東西 跟思路文化有關 究竟是什麼呢 伊朗人叫它 Tray Tray Tray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 茶 雖然現今伊朗人生活中離不開茶 但茶葉進入伊朗的歷史並不算久 根據記載 茶葉是在西元1896年才由印度傳入伊朗種植 雖然伊朗人喝茶的歷史不久 但也發展出自己獨有的喝茶文化 所以我記得上次在德海蘭巴茶裡頭 你說你要帶這樣一整組回到台灣 對 其實之前我們喝茶 我們都只是大概知道說 這個茶大概怎麼喝 但是沒有看它製作的流程 幫我們介紹一下 對 它的茶不一樣的 它的裡面還有水 它的上面放在茶壺對不對 對 水一 放在水 哦 出來就熱水 二 茶葉它是上面 嗯 了解 三 直接就可以喝了 可以喝 你喝看 哦 謝謝 伊朗人很喜歡在飯這裡裡面 對 散熱比較快嘛 對 因為其實知道這個茶剛煮起來 一定很滾燙 然後再放在這個盤子裡面 面積大散熱快 喝一次茶 好嗎 好 我不加糖 好 OK 那大家了解了 就是下面是煮熱水 熱水 那有的是接瓦斯管 有的是插電 就讓它就是維持在這個熱水的狀態 那我們知道茶如果泡酒會越泡越濃 然後依照自己個人的喜好 你倒一些茶 然後再去弄一些熱開水 然後調到你要的濃度 對 然後再來喝 對 很特別的煮法 很特別的煮法 這是我們走在大絲路上第一次看到這樣的煮法 就是伊朗的茶文化 走在大絲路上 見識到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形形色色獨特的茶文化 也讓我深刻體會到思路不只是商品買賣的交易路線 也是一條跨越種族地域以及宗教的文化交流之路 回到夏英家享用完一頓伊朗家庭料理後 我們趕往離拉什克60多公里外的一處山區小村落 因為是山路 我們足足開了兩個小時左右才到達目的地 看可以的背後 你會發覺這山路很窄 但是車子挺多的 如果沒告訴各位觀眾朋友 觀眾朋友看這樣畫面或許覺得說 可以你是不是來到了台灣的九份 那這裡當然不是九份 這裡是我們剛剛離開拉斯特 然後搭了大概一個小時半的車子 來到了叫做馬蘇雷村 遠遠看過去你會發覺 這村莊好像是一個黃色梯田 但仔細看 其實你就知道這房子是依山而建 而且是一層堆疊的一層 有時候你在這邊不經意地走著走著 以為你走在山路上 但是其實你是踏在人家的屋頂上 像是可以我現在站的位置 就是人家的屋頂 有人說馬蘇雷村就像是德黑蘭人他們的後花園 每逢這禮拜四下班時間他們開著車就會來到這裡 然後隔天也就是禮拜五的黃昏 他們就在開著車回去 也就是說他們假日喜歡 來這邊度度假 那我們現在就上去好好的逛一逛 好吧 這裡沒有路 我們可能要走別的地方 馬蘇雷村海拔約兩千公曲 村子規模不大 大約只住了七百人左右 因為地形關係道路窄小 村內禁止開車 所有遊客及村民的車子都只能停在山腳下的村口 來到這地方可以看得更加的明顯 你看看 我家的前面的路就是人家的屋頂 我們可以看到這遊客或者是行人直接走在人家的屋頂上 而且這裡剛好是一區八炸 裡面什麼東西都有在賣 其中很特別的是這裡面茶館林立 這點倒是跟酒飯有那麼一丁點像 究竟裡頭賣的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搜集去 走在這三城裡頭 發覺他們的建築還是挺傳統 維持的是原汁原味 不過呢 剛剛聽小英分享 他說呢 過去其實這沒有石板路 是這泥土路 那說到小英他們一家人呢 剛剛說要逛八炸 逛一逛人都不見了 不過還好這八炸並不大 相信很容易找到他們 雖然今天不是家具 但遊客也還算多 商店賣的多是一些手工藝品 不過沒什麼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東西 還好村子不大 走著沒多久 遠遠的我就看到夏英的身影 夏英 好啦不用再握手了 剛剛找你找了半天找不到 這是麵耶 對 伊朗台灣的麵 對 來到伊朗第一次看到麵條 因為我們之前吃的全部都是米飯 對 它的名字是 那你站在這邊意思就是你要點這個嗎 對我要點這裡 那我也要吃一份 好啊 大哥 這個位置不錯 我們坐這好了 謝謝 這個東西有吃過嗎 吃過了 再問你一隻名字 這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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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東西 白色的 這看起來是像酸奶 是不是 酸奶 酸奶喔 那裡面加的是什麼 一些豆子 一些麵 飯 豆子 還有一些米飯類的 米飯 好 好吃 好吃 真的好吃 酸味 但是又沒有像酸奶原來這個味道 對 對 這味道真的真的很複雜 有點像濃湯 濃湯的 就是有蒜頭的味道 對 蒜頭的味道 還有看過了 煮過了 因為它在裡面 真的好喝 真的好喝 另外我看到這個東西 又讓我覺得有點感動 好 我們來到伊朗這麼久 沒有吃到半個麵條 好 所以這第一次看到麵條 我們來吃吃看 這看起來裡面好像有很多東西 這是什麼 但是裡面還有麵一些豆子 一些伊朗的香料 一些 咖哩 蒜頭 又是蒜頭 蒜頭 乳果的番茄米很像 OK 那我吃吃看 你吃 好吃 這味道說真的都很複雜 就是因為它有加了一些香料 然後加了一些豆子 豆子 然後有些麵條有加酸奶 然後這個另外還有加一些米 對不對 米安的酸奶 它裡面一些 咖哩 酸奶 很香 很Q 它的味道 一些是酸的 後面還有甜味 香氣 非常 真的很好 不僅這個味道 還連吃起來這種口感 都挺多層次的 還有一個香氣 非常香氣 很喜歡吃多一點 你應該不會介意我的口水吧 不會吧 那你吃吃吃 把它吃完 自從來到拉什特這個伊朗北方程序後 明顯感覺到各方面 都和伊朗南方程序大不相同 尤其在隱序方面 樣序豐富了許多 那是因為北方程序經濟較富裕 加上這裡的民族較多元化 也因此區的方面也降回講究多變 剛剛結束了今天拍攝的工作 原本想說我們要打道回府了 但是發覺這條街上賣了一種餅 中間有螺旋狀 這旁邊還一圈一圈一圈的 剛剛問了一下孫英 孫英說 就是這種 這種 但是裡面還有荷叉麵粉 你看很多的排隊 你看很多的圈 所以這算是傳統美食嗎 傳統美食的 對 那我們買來吃吃看 可以看看 喜歡吃嗎 我們可以去看看 他可以就給你看看 好 OK 看到裡面正在製作 那我們不然進去看一看好了 好 走 去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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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都不誇張 這條路上五百公尺內 至少有徐家在賣這核桃餅 可見這餅有多受當地人歡迎了 熱騰騰的出爐了 那我吃我剛剛壓壞掉的 好 一起吃 對 不過大哥 這到底叫什麼名字 它的名字 對 那上面有一些粉 我剛剛看它灑的是什麼 上面 好 這個可以幹嘛 喝它一定很熱對不對 你喝你的火氣嘴巴裡面 會活動對不對 對 好 給你的體內比較涼一點 不會 不會 降火氣就對了 對 那你也拿一個吃 小心燙 很燙 吃吃看 好 好香喔 好香喔 太好吃了 那這東西它是甜的 酸一點 你剛剛說它裡面的是什麼 核桃 核桃粉 把它核桃粉嘛 然後加一些些糖 對 最後上面還刷了一層那是什麼 蛋 蛋喔 好吃 好吃 太好吃了 剛剛對它有特別香 不喜歡 你習慣還是不習慣 喜歡 好了 好 那我們待會兒就買一擠了 回家吃 好啊 我告訴他們 回到夏英家後 舉見夏英的媽媽 在廚房忙進忙出 因為難得家裡長子夏英 回一旁老家 幾個在外的弟妹 也吸家帶券 回家和這位大哥相聚 小小的客廳 好不熱鬧 今天晚餐呢 一樣是在夏英家裡面 來享用 那說到夏英呢 久久回來一次 因為很難得 所以他們全家聚在一塊 而且夏英呢 一共是有八個兄弟姐妹 這也然就是一個大家庭 今天呢 回家團圓 也讓我們充分感受到 這種天倫之樂 那現在呢 可以我就加入他們了 快點了 來吧 準備先準備 耶 乾杯 乾杯 大家早 現在是早上八點鐘 我們今天起了個大早呢 遊鄉任務 因為今天晚上要吃點特別的 我們今天晚上要吃的是烤全羊 那我們既然是要吃烤全羊 當然啦 這一早我們就要來買羊肉 而且呢 就羊 我們得買活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來到一個賣羊的地方 我們過去看一看 哇 這裡頭好多羊 而且呢 剛剛大哥的說 因為這個品種不太一樣 所以看到裡面呢 感覺上有好幾種羊 我們已經挑好了嗎 我們已經挑好了嗎 我挑好了這裡 所以這個是我們挑好的 對 挑好的 好 這就是剛剛大哥挑好的羊 對 打木管的 對 他在幹他這肉比較好吃 他這肉比較好吃 OK 那大哥我知道 伊斯蘭教的飲食 有嚴格的禁忌 除了大多數人知道的不吃豬外 疾病 意外死亡的動物不屈 動物流出來的血液 為污秽不解之物 也不能虛 最後就是被送金 而載殺的動物 也不能虛了 我讓你告訴我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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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看到這樣的畫面 真的是很血腥 不過大哥 你剛剛在念這段經文 大家是什麼意思 我 練過我的眼睛 你知道嗎 平眼睛看 我很久很久沒有在家裡 沒有看到我的家庭 我的朋友 媽媽殺一個羊 給他保佑我 是 那平常你們除了這樣子的狀況 會載羊 還有其他什麼樣的場合 會載就要 有時候結婚的時候 有時候一個人生病 老天保佑我 馬上送一個羊殺一個 有時候一個人缺貨 我差一點就死掉 老天保佑 馬上殺一個羊 老天保佑 所以你們載全羊的意思就是 保佑 保佑 祝福對方 對 也要是這樣子 其實伊斯蘭教的一些隱虛禁忌 都是從衛生的角度 出發而禁止的 因為在《古蘭經》裡有寫到 凡事不利 人們身心健康的 君主背景之列 所以我想 在這種虔誠的伊斯蘭教國家中 應該不太容易吃到什麼 黑心虛品吧 再把處理好的羊肉拿去夏淫家後 我們開車前往離市區 約40公里的梨海邊 離海是過去古地中海的一部分 現在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湖泊 也是最大的內陸海 可以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離海的安薩利港 方圓過去 你可以看到很多商工禪 在這邊裝載貨物 說說離海地理位置好了 它被許多國家所包圍 包括了伊朗、土庫曼、哈薩克 還有俄羅斯以及亞塞拜然 所以它海上交易是相當的繁忙 另外這離海的地底 可以蘊藏著大量的石油 而除了石油之外 它還有一項珍寶 究竟什麼珍寶呢 現在帶你一談究竟 離海雖說是海 但它在地殼變動成為內陸海後 周圍有大約120條河流的水 注入離海 因此離海的沿度 大約是1.2% 是平均海水沿度的3分之1而已 而這種水聚條件也是接下來 我們要去尋找的離海珍寶 得以獨特的條件之一 看看可以我全副武裝啊 甚至還得經過這攤消毒水 就知道我們現在來看的東西 有多麼的嬌貴 而且這一旁的牆挺高的 我想我們要看的東西 應該就在這裡頭 走 這個地方可說是戒備森嚴 平時不輕易開放給人參觀 因為這一池池的水中 可都是黃金了 我們這回要來見的交客 就是這種魚 這是什麼魚呢 這魚雖然長得很奇怪 但是它很珍貴 因為它是鱘魚 我們知道伊朗地區除了產茶之外 另外產了魚子醬 也是世界有名 而這個要製作成魚子醬 要取的就是這鱘魚的軟 那我們這回來到這邊 是一個鱘魚的養殖場 那首先呢 在這個水池裡面這個鱘魚 它大概是多大 十個月 十個月大 那鱘魚 那鱘魚它什麼時候開始可以殘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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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八年到四年可以用它的鱘魚 大概八到十年可以用它的鱘魚 好大概八到十年開始可以取軟 那一年大概殘軟幾次 不說你不知 全世界將近百分之九十的魚子醬 就產自於離海 其中伊朗就生產超過一半的離海魚子醬 被公認為世界品質最好的魚子醬 而這些魚子醬在歐美售價一百公克 約要七百美元 是伊朗重要的外匯來源 所以伊朗自己國民 是幾乎吃不到魚子醬 買到魚子醬的機會也不多 那來到這邊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這邊有沒有魚子醬 可以讓我們試吃 你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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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好,沒有關係 真的是 你吃了嗎 滿可惜的 他說的 你冬天的時候過來我們給你吃看看 所以這個地方 冬天的時候這邊才有產 冬天的時候 好,沒關係 這邊吃不到我們就自己買 對 去外面自己買來品嘗看看 因為這輩子到現在還沒有吃過魚子醬 可惜啊 沒關係 冬天的時候過來看看 好啦,吃不到魚子醬沒關係啦 不然我們在這裡面逛一逛再看看魚 好 來 人生最遠的距離 莫過於 鱘魚就在你身邊 卻吃不到它的魚子醬 還好 還有今天一早 再殺的羊肉可以吃 只是 鮮這個字 少了鱘魚 就不全鮮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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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看得出來可以我跳舞 動作真的是不協調 這沒辦法 這學那麼久還是學不會 那今天早上去挑羊 也載了羊 晚上就烤全羊 那剛剛看到大家聚在一塊 真的是很歡樂 我們知道這伊朗人愛開趴 尤其是在晚上的時候 那這個趴是什麼趴呢 當然就是離別趴 不過也可以說它是離情依依趴 好啦,不多說了 好,現在就要來吃烤全羊 今天一早我們來到拉什特的巴炸 和之前去過的幾個城市巴炸相比 這個巴炸賣的多是生鮮蔬果和肉類 和台灣的傳統市場有那麼一點相似 超大的魚 對,很多魚 其實看到這間魚飯 內心滿感動的 因為來到伊朗那麼多天 不要說看到魚 我們也連魚都沒有吃到 那我們知道了 過去我們造訪的是南部城市 是沙漠地帶 對 不產魚 不過這回來到離海 當然就有漁獲了 所以看得到 吃得到 買得到 對 當然了 Kerman Karsha Yers Theran 沒有魚 Rush 大部分還有海裡的對不對 海邊 一定魚太多 全部的伊朗 全部按這裡Rush 再去Karsha 每個地方 Export OK 那其實我們在台灣的時候吃魚嘛 煎煮炒雜嘛 樣樣都可以做 那在伊朗他們習慣怎麼來吃這個魚 它比較乾淨 油煎 用油煎的 油煎 油煎 那我很好奇 他們比較不喜歡 伊朗那不喜歡那些燙 不喜歡燙的 No soup No soup 就用煎的 煎的 我看到牆上很多 那個黃金色的魚 那是什麼魚 魚的眼光很好 它煙燻的 煙燻的 你知道嗎 煙燻的 對 你可以放這裡 1999 20年30年 放進冰箱裡面 不會毀掉了 油煎 油煎 香香 新鮮 所以你說它一放可以放二三十年 要吃的時候再拿出來用煎 對 那一樣新鮮 新鮮是一樣新鮮 你看外面不要冰箱 感覺上好像直接風乾了 然後經過煙燻 對 有用鹽嗎 鹽巴去煙它 一定要 一定要鹽巴 鹽巴 煙燻 雖然伊斯蘭教對於飲食規定嚴格 但也有變通的時候 吃魚就是一個例子 因為魚船一次下網 撈上來數以百條的魚 根本來不及一條條宰沙 離水就死了 更不可能 宰一條就送進一次 因此 鯊魚念禁這種習俗也就免了 因為晚上我們就要離開拉什特 前往德黑蘭搭機回台灣 因此夏英要先離開去處理租車的序 接下來就換宜芳姐帶著我們逛馬炸 我們剛剛逛著逛著 看到一個很熟悉的東西 這幾天在山英家 媽媽都會特別製作早餐的甜品給我們 那個東西很好玩 就煎起來 我一開始第一次看 以為是炸魚片 結果一吃 是甜的 它裡面包的是什麼 堅果 是堅果類的對不對 對 然後看到這邊有在做 然後用調的這個東西是 麵粉 麵粉 麵粉加水 麵粉加水就可以了 對 很好玩 然後在一個大的這個煎鍋上面 對 然後這樣畫一畫 等它就是熟了乾了 摺一摺 對 就是它的皮嘛 然後再丟到另外一邊去包餡料 其實這東西在台灣應該滿有市場 因為我這幾天吃下來 就覺得那東西真的很好吃 對 尤其它雖然是甜了一點 但如果配這伊朗的紅茶 還滿搭的 對 你有沒有想過在那邊開店做生意 對啊 有在考慮啊 對 那如果這個中文名稱 你會叫它什麼 應該叫 黃氏御用甜餅 所以過去是黃氏在吃的嗎 對 真的嗎 真的 這聽起來是挺有市場 可是我覺得大姐的笑容怪怪的 應該不是這樣叫 由於晚上是五個小時左右的長途車程 所以逛完發炸後 下午我們也就沒有再安排拍攝行程 讓大家好好休息 準備打包回家 每一趟旅程都有結束的時候 而那個終點就是家 對夏英來說 他是從伊朗的家回到台灣的家 對夏英的家人來說 那個夏英在台灣的家好遙遠 剛剛呢經歷了一場禮奇 我們就送別了 那內心呢也蠻感傷的 不過呢 這也代表著我們要回台灣了 現在呢 我們即將要搭乘五小時車到德黑蘭 我們要接著就要搭飛機 出發 出發 進來五小時 Yayyayyay